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新曲的頻道 那真的很久沒有這樣跟大家見面了 對就是自從上一支縮石建築影片後就再也沒有用自己的聲音跟大家一起觀看影片吧 那這次我們要做的是歐風白色教堂 那這是縮石建築從新再開始的第一支影片 對那這是第四集 那我們就是會建造一個白色的基本庭園再加上一座白色教堂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部分呢是我們一開始庭園的基礎建設 那主要就是規劃道路還有把一些基本的網線格畫出來 好那畫完網線之後呢我們中間的部分是打算做成噴水池 那噴水池這裡算是新曲在建築上最喜歡做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吊燈還有玻璃窗 這三個算是新曲在蓋縮石建築裡最喜歡嘗試的三個部分 那這次的噴水池建築呢 從原本一開始想要蓋比較紅 紅大華麗一點的到後來變成就是比較瘦一點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神聖的氣氛嗎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把水柱就是最後流到剩下一盞這樣 然後下面加上淫光石作為晚上的照明 那最後還會把中間那條石柱打開 只是影片中並沒有帶到這樣 那蓋完了我們的噴水池之後呢 我們總是要給它一個出入口嘛 那我們就在這裡蓋上了以白色石磚為底的樓梯 那樓梯的部分很簡單只有做一邊 那蓋完了樓梯呢 我們要給我們走到設計下的雕紋 那四條道路裡面總共有三種雕紋 一種是正前方的這個雕紋 然後左右兩邊的雕紋是一樣的 那最後一個雕紋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把它一條一條的用草地跟石頭切開 所以那一條呢並沒有收入在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拱門 拱門我們怎麼設計呢 拱門我們還是採取跟之前的車站啊 就是同樣的類似弧形拱門 只是這次的拱門比之前再大一點 那圍牆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了螢光石還有雕刻石音磚跟石音樓梯做建築 那可以有效的提升晚間的照明 還有就是整體白色的牆壁呢 可以呼應我們白色的教堂這樣 那三面牆就是除了教堂那一面以外呢 全部都是採取這種設計風格 因此我只有截入了一小部分的圍牆 就像第一面這樣 那接下來是中間的四個小庭園 第一個庭園呢我們設計成就是 種了一株相似木 那在下面蓋了涼亭還有 新曲在1.16第一次嘗試的新東西鐵墊 我們蓋了一個盪鞦韆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為了修改當鞦韆的位置呢 新曲還有偷偷的把書頁種上去這樣 這也就是補書頁的畫面啦 那蓋完了第一個呢 我們第二個就是蓋了一個魚池 那旁邊有蓋休閒的 就是可以坐著休息的椅子 那魚池算是新曲第一次導入的新概念吧 那這次魚池從一開始就是 只有一格深到後來自己挖開了兩格 那再加上現在有魚桶了嘛 那新曲就倒一些魚進去 然後再加上荷葉可以連接各個就是小道路 因為這次水是完全把草地給分割開的 那我後來也在上面加一些荷葉把它結起來 那接下來就是放上我們的椅子 然後這裡找告示牌找了很久 太久沒有玩啦 那蓋完了第二個 我們第三個呢 是決定用樹葉蓋一座迷宮 那樹葉迷宮呢 其實在國外算是蠻常見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過閃靈這部電影的話 那一定會知道就是最後有一個螢幕很經典 就是在樹葉迷宮中追逐 那這個樹葉迷宮呢 並沒有很大的 就是後來蓋起來發現其實走一走就出來了 那我們後來有再搭配上螢光石 還有一些苦力爬頭 就是做一個比較西式的 比較歐式的 樹葉迷宮 大家可以看到墓園那邊已經有蓋一些墓碑 只是後來會再修正到時候會再講 那我們現在先來設計我們的側門 那側門就是左右兩邊都各放了一個 那我們也是採用跟正門比較像的設計 也是處於一個比較小一點的虎形狗門 那接下來我們要準備開始慢慢往我們的教堂邁進啦 我們就是要先蓋出教堂最重要的柱子 那這次教堂的柱子是2x2的厚度 然後我們還有加上 在面對庭園的這一面呢 我們是用了漸層的玻璃 還有有一幅彩色壁畫 那彩色壁畫原本是畫一棵樹 還有太陽跟天空草地都表現出來 只是可能那個畫不夠大 所以表現出來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大概只能看出一個雛形而已 那這裡是庭園要進入到教堂的門口 我們最終蓋了一個類似三個狗門的概念 就是從中間再往下延伸兩個 大家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我們在這裡呢 有再額外加上了兩個小圓狗的設計這樣 看起來會比較像是三個教堂門的感覺 那接下來進入到壁畫的部分 壁畫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想要畫個有點像樹木啊 或者是天空的感覺 只是畫出來是蠻好看的啦 可是就是沒有樹木的感覺 所以最後就完成了 那我們最後再放上泥土的顏色 算是地板這樣 好那設計完一面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先把教堂的屋頂基礎蓋出來 那這次的教堂算是蠻大的 這個建築比起新曲前三集 就是之前那三集的大小都算是大的許多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屋頂確定好之後呢 我們才能把教堂的內部完整的建設完 那這裡就是大家看到 原本很亂的墓園 想要營造一個 就是比較 不那麼人工智智化的感覺 可是後來發現 好像有點太醜了 所以後來還是把它變回 就是併排的墓園 對 那它的火門版 它的墓碑則是不同的火門版做成的 那接下來是一小段就是 鋪設教堂地板的片段 對 就是新曲想要大家看就是 全部都是慢慢騙出來 沒有打任何的指令 所以特別截錄的一些片段留下來這樣 那接下來呢 這算是本次最有心得的其中一個 建築特色 就是我們有畫了一個很大的鐵石自駕 那搭配背景的白牆有很明顯的對比風格 這是新曲這次建築裡面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正面呢也是一樣加上了一些白色玻璃窗啊 然後 留了很大的空格 就是很大的正門 對就是想要讓採光好一些啊 然後 整體看起來比較不會都是白色的建築這樣 看起來比較不那麼違和 那像是上半部也留了兩個小小的三角窗 那剩的呢 只是 都接上了白色玻璃片 還有 就是一般的石印磚 好 那建設完了正面呢 我們要來建設另外一面的側面了 那另外一面的側面呢 跟其他的窗戶 對 用的玻璃都不太一樣 我們側面是採取了 全部的透明 全部都採取了透明玻璃 那分為兩層 呃 下面這一層就是大家現在看到就是完完整整的 一大片透明玻璃窗 就是 用來採景 還有就是 增加光源 那上半部呢 我們則是 有把它變得像是 呃 小十字架 對 大家可以等下看到我們有留了一個 十字架的 樣式玻璃 玻璃窗 在上半部 好 那 再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做了 要上去 前面總會有一個牧師需要一個講台嘛 那我們就做了 準備要上去講台的地板還有樓梯 那樓梯我們是採用半磚 看起來可以比較平滑 不會那麼 呃 有凸起 凸起的感覺 那 那 蔣桌這邊呢 我們是採取了一個 10×10的大小 所以現在是來清 呃 清掉旁邊的 泥土地啊 把它換成我們要的 蔣台大小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補上 蔣桌的柱子 那 講說柱子也是2×2的石英柱 那接下來就是 呃 跟地板一樣 屋頂我們也是一磚一瓦鋪成的 那也是放一下幾個片段 讓大家看到就是 都是一磚一瓦 蓋出來的樣子 這樣子 那屋頂蓋完呢 我們教堂的主體也算是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轉到 呃 開始蓋 呃 主要正前方蔣台的屋頂 那在蔣台的屋頂正上方呢 我們還蓋了一個3D的鐵十字架 那這個是 就是 新曲在這個建築物 欸 在這一次的建築物中 第二個也是很滿意的地方 這次的鐵十字架我都蠻喜歡的 那接下來就是增加採光啊 放那些白色玻璃在 蔣堂正上方突起的那個 中塔 那接下來我們在蔣堂側邊呢 呃 用了類 就是 他也是樓梯式的採光這樣 然後一層放上玻璃一層放上鐵 鐵磚 那正前方的那個十字架呢 呃 興趣有不小心漏解了 那正前方的十字架 我們也是採取玻璃片 然後中心放了一個2x2的鐵 有點類似心臟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補足教堂內的照明 我們就放了一些燈籠 還有 座椅旁呢 我們也放上了銀光石 那座椅是採用紫色的 呃 與白色做一個色調的搭配 我們這裡就再補上燈籠 以及我們後來呢 會在屋頂 再用鐵鍊配上燈籠的組合 來提升整個教堂的整體光源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裡塞完螢光石之後呢 我們就 呃 先 我們是打算先把 呃 呃 獎台這邊的部分做完成 那獎台這邊也是採用相思木 然後 呃 在旁邊放了一些扶手的感覺 就是讓獎台有一個獨立出來 有拉高 整體有拉高一格這樣 好 那完成了獎台呢 接下來就是興趣最喜歡的吊燈啊 我們先在獎台上方呢設計了一個吊燈 那這次吊燈總共有兩層 因為 整個教堂 獎台部分拉高是 拉高的許多喔 所以需要到兩層來 照明 那最後就是補上我們剛剛說到的教堂的吊燈啊 好 那整個做完呢 西局後來有補了一個小東西就是 很多教堂都會有聖水潭嘛 那我們最後就補上聖水潭 那也是一樣採用紫色的 好 那最後我們就欣賞成品吧 那喜歡這支影片呢 可以點個喜歡 那請大家繼續關注心血頻道 那不管是LOW還是Minecraft 最近都會開始繼續的更新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邊先看一看 其實是的話 很開明的 不知道 剛剛有的 也沒有 我會忘羞 我就會招禁 我會忘記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